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看看港澳现在绝星的情况 恒生指数现在跌了200点 做22,252点 国企指数维持跌大概100点左右 现在做9,784点 外地股市变得不大 上证综合指数升了2点 做2,026点 深圳成份指数跌幅略维修 跌7点 做7,331点 郭sir刚才那节跟你提到大事的走势 看A股方面 中正监刚刚公布了第8批总共12间IPO 其中9间会在上交所上市 累积到目前已经有156间 准备在护心两地上市 郭sir看到A股前两天 曾经试试2000点的低位 市况这么弱 但有这么多IPO 为什么中央要这么做 他不怕抽干了内地资金 第一就是去年11月份 内地停了IPO 当时800多家排队上市公司 重新审核 原来发现中间有四分之一 是不符合上市的要求 到后期开放 其实来说也是经过审核 比较优质的公司 一个地方金融市场要持续发展 新股上市是必然的 其实股份上市对股市来说 在淡静当中效应当然是差 这个没办法 但长期来说是有效益的 我举个例子 如果腾讯不上市 哪有今天的成交禁压 或者一众内银股不来香港上市 市场的气氛怎么会这么热 即是金融市场的发展 是要同步有配合的 好了再看看 民间财富根本上的天文数字 达到103万亿人民币 就因为A股年年下跌 大家对股市的信心已经尽失了 加上银行存款的息率也比较低 所以才会去一些理财产品 或者什么宝什么宝那里 当然后期来说 会有些不开心的事件发生 这里不说 而是新股上市来说 在现在这分钟 对股市带来的压力是有的 因为市场的气氛淡静 参与者少 新股的确有一个抽光水的效应在 但不要忘记 市场的资金本身来说是少的 但民间财富是天文数字的 一旦有政策下行的时间 资金进入市的时间 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想想 A股上证指数市值 大概14万亿人民币 深圳股市值大概8万亿人民币 两地加起来 我当你23万亿人民币 但民间财富已经103万亿人民币 即是4元追逐1元的东西 你老实说 一旦气氛一次热的时间 是不能够的 股市根本上升到脱落 或者是难以控制的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给多些股份去上市 从而撞大市值 以中国民间财富 1803万亿人民币来说 现在好像上海市值得14万亿 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还有中国的资本帐还未公开 如果一旦公开的资本帐 是容许外资流入的话 你有没有这么多东西给人买? 没有吧? 过去这10年 老实说房地产的发展是很高速的 以倍数的行法 但股票是停步不前的 即是说技术上 如果要跟经济拍平的话 股市就不可能长期低迷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2009年8月4日 上升指数已经3478点 在其后 经济每年增长 都能保持到8%或以上 有一段时期增长太快 所以需要按住经济 不让它走得那么快速 但无论如何 股市在那刻经历的46个月下跌 跌至去年6月25日的低位1849点 才算是暂时断定 但在这46个月之内 经济每年平均增长都超过7.5% 很难解释 股票持续下跌 经济持续增长 即是一年之内 两者的倍持是接近22% 这个情况全世界都很难出现 唯独是中国 不过如果你说 在未来一个周期性上升再开始的时间 当庞大的资金有信心 再留入股市 原来股市的股份很少 大量的资金追逐少量的股份 有什么发展不暴性 我不用上升 我用暴性来形容 中央政府也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 希望去健康上升 唯一是多些股份上市 比较多些的选择 可以吸下多些资金 所以现在这一分钟 多九十多只 或者一百只股份上市 相对来说 都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因为上海的股市的总市值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是14万亿五千万左右 如果你一旦有政策下 资金入市的态度 开始转用 不用多了 一百零三万亿 只要有几万亿进市 你已经翻天覆地了 14万亿不是全部流通的 流通的股份不多 大部分非流通的 你更加不用说 更加发癫 所以是有必要 给多些股份上市 如果互联互通的政策下行之后 可以令市场恢复信心 而A股重拾一个升轨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股份 其实现在仍然很少 或者可以被买的股份 仍然相对比较少 所以有些人说 现在从IPO令到股市下跌 这是短期的痛 情况等于互联互通之下 H股贵的 A股便宜的 H股一定会跌 这是必然的事 但往后 当庞大的资金流 如果真的有机会 漸漸流入港股 股市的上升 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确的走势 这一定是后期才能见到的 情况是一样一样 如果A股 不断有新股上市 的确有淡薄效应 如果这个淡薄效应 会对A股造成一个短期的下额 但更多的资金 现在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如果要维持7.5%经济增长 政策下放是必然的事 好像农村那些小的银行 已经下调银行准备金2% 而一些四线的地方 或者四线的城市 限扣令已经取消了 即是说政策下放 已经是针对性 到最后 如果你要整体经济 由内需去拉动 政策下放更加必然 民间的财富 当然只是天文数字 但问题是 你要鼓励消费 刺激消费 你一定要有个政策 让财富效应出来才行 既然楼市不让它太升 剩下来 股市的上升 我相信应该是必然的事 因为内地这几年楼价升了很多 现在是高期的 相反的股票是跌足几年 现在是低位的 如果你问上证指数要升多少 就算升多1000点或多些 都是不为过 老老实实 09年8月4日都见过3478点 现在一半就没有 跌了40多% 所以对短期来说 有新股上市 对A股来说 的确是会有滞爪 又不似乎令A股持续反复大远 近日就试过2000点 但如果你说 从一个中期或者冲长期来说 如果政策真的要下放 现在第一个要解决 就是股份现在流通的比较少 新上市的股份可以逐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逐批逐批上 效应不会大 但如果你去到后期 政策放 资金入市态度转用的时间 那时候你就会发觉到 不需要担心 因为有很多优质的股份 可以让市场吸纳 甚至消化一些庞大的购买力 当然 想的东西 一定要超前来想 不要只看现在这一分钟 我对A股的看法 短期来说 我不会抱着太负面的态度 即使指数下市2000甚至更加低 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反复 大远等变的形态 等变的意思就是 总理既然有政策下行 事必是一定要逐步逐步去推 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这一分钟 我想是一个中线低级的良机 撇除了2000年收不收得住 现在A股的股值根本一点都不高 我对A股的看法是比较正面 葛sir 最后一点时间 如果听你这么说 你对A股中长线的看法都比较乐观 短期就可能差点 如果是这么说 我们是否应该买一些中资券商股 炸袋 那就两看 因为互联互通最受益应该是港交所 相反来说 就一定要等到我们的股市量力 成交额大 中信、海通、银河这些 怎会不好 这一段时间差不多了 葛sir 刚才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好 这段时间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聊 稍后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